继续来关心这个小时的气象资讯了 我们持续要告诉大家的是 在今天的天气状况 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还有您可以看到 位于南海的捷梗台风 未如环流的关系 所以在今天各地的降雨都会明显的增加 桃源以北 东半部地区 横浚半岛 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 其中有几个地方的 雨势是来的比较明显的 包含了基隆北海岸 宜兰跟大台北山区的雨势 比较明显 很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 另外就是在花莲的山区 也可能出现局部大雨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了 早晚时分 在今天天气依旧是偏凉的 各地跟澎湖金门的低温 大约只有22到24度 中南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 日夜温差是蛮大的 因为高温还是会达到29度左右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注意了 早出晚归 记得要适时的添加衣物 另外呢 在今天桃园到云林沿海的空旷地带 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蓝雨等等 依旧会出现强风长浪 如果要从事海边活动 特别要注意安全 好 未来的天气走势 还有降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到 今明两天的天气状况是比较类似的 降雨来的比较明显 尤其是基隆北海岸 宜兰地区可能会出现豪大雨的状况 好来看到从周三到周四这两天 到时候雨势会来的比较和缓 气温也会慢慢的回升 不过提醒大家 从周五开始 降雨又要增加了 这当中呢 主要有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就是在今天清晨呢 刚刚深沉的天吐台风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天吐台风的位置 目前在这个地方哦 当然呢 现在由于这个各国 有关于它未来的这个路径 呈现出来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目前呢 预测还比较难 有可能呢 它会往北转 也有可能它会持续的向西来做前进 因此呢 影响台湾这个部分 是比较充满不确定性的 不过呢 现在在这个太平洋上 可以说是有四个台风共舞 包含了银杏 捷梗还有万移台风 好 银杏台风即将要减弱为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了 另外呢 万移台风呢 其实距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 未来会向西方慢慢的移动 对于本周台湾的天气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最后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叮咛了 好 首先提醒大家 各地在今天降雨的情况都会增加 出门的时候 务必要记得带伞 同时呢 早出晚归的朋友要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 另外就是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在今天依旧是亮起了橘色提醒 如果你本身是过敏族群的朋友 务必要把口罩戴好戴满了 以上呢 就是这个小时的气象资讯 提供给大家了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敷屏皱纹 宽馗清称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露 全焦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力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